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加强 人越少越厉害 单挑的时候特别猛 有人已经测试过了 好 解释一下他两个技能 这个设计我是可以点赞的 因为字数非常少 简单明了 第一个技能福奇 或者叫福记 是锁灵技与你距离唯一的其他角色 不能使用或打出牌 响应你使用的牌 是吧 就说明这个 我们这里下借下豪敦和郭佳是无法 那个是受我们福记的限制的是吧 然后记住是云里距离唯一啊 就说我们挂了加一码 我们就没有福奇了啊 如果这个陈朴或张一彩挂了减一码 他也是进入我们的这个福记范围的 好 第二个技能交织啊 也是锁灵技 若你的手牌数为全场唯一最多 你造成或受到的伤害都加一 是吧 非常简单明了 那我们手牌数有潮人在的话啊 我们估计只有在第一回合能够手牌数达到唯一最多了 或者是有人包养我们 那我们可以达到唯一最多啊 一个是这个借下豪敦可以清减 是吧 国家可以这个遗迹啊 那个没有这两个条件 我们只能靠第一轮啊 起手六张牌达到唯一最多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借寻鼠二号二位一般来说是反贼 没有问题啊 这个杀陆寻的八卦 水了 没有闪 借寻鼠掏出诸葛连鲁又一杀又水了 哇 直接就把主公打死了 难道我们要打酱油了吗 不会的 是吧 这里有桃子把主公捞出来了啊 自然是我们要来发飘啊 好 长鹰在手 张一彩判了一下 直接弃牌过 标准的判摸七过啊 他是摸判七过 是吧 好 借下豪敦跳了一个忠诚 给了张一彩一刀 好 看看我们怎么发飘 哎呀 还摸了个无中生友 好 那现在我们是六张牌啊 用了决斗的时候六张牌 全场唯一最多 这个决斗如果命中 陆迅是要求两个好的啊 是要 肯定被他无懈了 是吧 还被他连赢了一下 那我们放出栏文陆星 我们还是五张牌 是吧 还是唯一最多 所以郭家一下掉了两个水 他是我们的队友把四张牌都给到我们手上 表示搜全场了吗 好 大战肯定是要搜全场了 是吧 借于储肯定也要求两个桃 张一彩如果被打中 也是求桃 借下豪敦是想不打 不被打中 也得被打中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伏技范围 郭家也是啊 这个栏文一放 郭家是有杀也得死啊 除非他有两个九个桃 你看他没有 有个杀也得死 郭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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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家就进入我们伏技范围 他也是必须死 然后陈补一死 朝人进入我们伏技范围 他也是有杀不能出 就啪了一下掉两血 然后到借路逊的时候 他有杀是可以出的 他并没有进入我们的伏技范围 但是他没有杀 没有杀的话就要掉两血 是吧 看到这一回 所以咱们的区域随便小手一挥 有人帮我们小手一挥 就把主攻给打死了 主攻头上砍个腾下 当然借许储给我们打下了基础 如果不是借许储一开始打主攻四血 我们很有可能就要跟主攻进入单挑了 是吧 因为这放下去之后 张一彩即使不送人头不死的借下豪敦是死定了的 因为我们这个两血是肯定要打的 借下豪敦 实际上他有杀也是出不了的 两个杀被我们伏技给限制 是出不了 是吧 潮人应该是没有逃着了 是吧 他是借下豪敦死了 然后这个潮人十有八九啊 这两个他也是死他的 什么随便给他一张杀 他也就完蛋了啊 然后就跟陆迅主攻进入单挑了 好 跟我们的区域的单挑是相当流逼的啊 有大神测试过全阔第五啊 全阔第一神礼萌啊 知道的全阔第二就是这个潮人了啊 这个奉心的解为潮人 第三是那个金黄盖 第四孙权 第五就是我们的 区域了 是吧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打到后期 那个玩单挑的话 咱也算是一个这个这个威猛的后期 这个这个核心五将啊 只不过我们的这个没有什么防御剂 如果在敌人堆里也可能死的 有可能会死的比较快 是吧 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多看到区域的录像 哦 对 忘了抱一下主子角ID了啊 这个主子角就是相识啊 感谢他的录像 好 我们接着再看一个反贼 现在我们是伤后卫啊 看主攻选择了左慈啊 左慈主攻 看看内奸给不给面子了 是吧 我总是喜欢说这句话 否则的话 我们就如果内奸正常打 我们就只能指望左慈的化身比较差了啊 如果左慈化身就比较强 内奸又正常打了 反贼的日子组织是不好过的啊 好 组织一上来亮了一个肉灵啊 又画了一个八阵的化身 是吧 那个肉灵 有肉灵就说明他有九磁啊 有八阵 他有八卦 说明他防御力还可以 作为左慈 一般是最喜欢防御化身的啊 攻击化身可以慢慢刷 好 我们的路神挑了一个反贼 我们组织角选的寻忧 是吧 那个一上来先白板啊 寻忧 不管是中是反 上来最豪富 能够赖得入寂寞 毕竟是一个后期武将 好 我们的王鸡是中 他忙他一下 忙对了啊 好 这个强攻一零他说他没有猜乐啊 是确实忘记猜乐了 人家沐迅反正太有无限可击 是吧 猜不猜乐都是这一个结果 这个无限可击算是保住了我们的八卦 咱们没伞 咱们心里是有点这个虚的啊 好 那个八卦 哎呀 这这八卦一盼就是一红 哎呀 这一个九磅的八卦给扒了 那你说这这这运气一张牌就来散啊 这个群一共去这个排队只有24张散161张牌 那你说咱们这几率啊 这个这个人品是不是很过硬啊 好 貂蝉也是反贼啊 离间了一下 让佐世调雷学院又花刷了第三个华生啊 黄浩这个武将出场率比较低 是吧 那个很很少见啊 跳了一个忠诚 呃 鱼籍蛊惑五谷风登呢 估计没有什么质疑 是吧 那这个位置五谷也说不清是祖宗方爽 还是反贼方爽 因为不知道这两身份是啥 如果蔡夫人是中的话 他这个位置的五谷就放的一般了啊 好啊 他其实是用陶渊结义蛊惑了五谷啊 实际是鼓过成功 又是这样挂兽衣直接被蔡夫人给打了 凉血啊 真是厉害啊 那个蔡夫人一个无险可击的 蔡夫人是中啊 是中一他妈 一个反贼的这个在这里蛊惑五谷风登地有病啊 好 这是又挂睡 兽衣送死 没有伞挂兽衣 连续挨了两火杀啊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毕竟他没有伞啊 不挂兽衣 他心里虚 是吧 挂了一个兽衣想挡挡普通杀 结果啊 第一轮人家就掏出两个火杀 你有什么办法呢 好 他手上真有两个桃啊 还把这个蔡夫人给裁院了 算是临死之前做出了点贡献 好 怒神这一个大铁锁啊 祖宗类四个人全在铁锁上 那咱这个估计是杀不中 是吧 先把火杀留着啊 希望能够杀中的时候 让他们四个人一起掉血 哎呀 这个火攻下去的话 鱼姬是死定了 你别多管了 你无限呀 你蛊惑一个 把郭菜桥当无限 你蛊惑出去 不就完了吗 真是 是吧 好 这个王鸡解了铁锁啊 然后在一个决斗 开始搞这个貂蝉 貂蝉被打成了衣血 是吧 这个鱼姬被打死 咱们反正方进入了劣势啊 我们虚优两轮都是白板 是吧 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发飙的时候啊 好 这个乐不思索 在这一个离剑 那左辞 哎呀 挂出了神奇化身急救 虽然手牌不多 但有两个红装备啊 这个急救挂得相当的恐怖啊 说明这个要打垮祖宗方的难度就直加了 好 咱这火杀死能处啊 是吧 这时候这个必须要求输出了啊 就把火杀给留着 希望能够来一个铁锁大传导 是吧 否则的话 我们怕干不过他们啊 貂蝉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内奸还没有挑的意思啊 这是这是我说过 左辞组万点要看内奸给不给面子 结果这把内奸很不给面子啊 这是貂蝉也要死 咱们把这个桃留着不救了 是吧 这万一陆讯和我们又出现什么麻烦了啊 因为这个左辞还没有发动他的技能 他的一个酒池啊挂了个酒池了 肯定是待会有酒杀的啊 我们这个桃子没有救貂蝉把陆讯给保保回来了 是吧 如果是这个不 嗯 救了貂蝉的话 估计这一个酒杀还是会往貂蝉吃了拍啊 组织也是差不多的结果 好 陆组开始发飙了 又把这个祖宗方祖宗内方全部捆帮play了 咱这个火杀留着就要啊 这个起到重了 好 陆讯还把他的这个朱雀以善啊 还把朱雀以善拿了啊 这一个酒杀直接不等我们的火杀命中 陆组直接啊 这一个酒火酒火杀命中了啊 这啪啪啪啪啪啪 祖宗内方眼看 各个都是衣血尘血崩盘状况啊 你左思不是有急救吗 对付这种啊 这个有急救 红牌有比较多的话陀 怎么办啊 让全场一起掉血 一起啦啊 这个这个蓝组织又让黄浩耗了一个桃啊 又让蔡夫人 蔡夫人估计没人救了 还是个内奸打死了 左思现在还有最后一张红牌啊 陆组觉得不用送人头 要多活一会儿啊 咱们再把这个木柳马传一个杀给他 再来一个蓝组织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动技能 第三轮的时候发动技能发飙了 好 这个黄浩来贿赂我们 我们是必须接手 是吧 咱没有牌 气不出去 会得到一个散的贿赂 是吧 好 这个左思已经是挂了一个急救 但他被热了啊 他最后机智的来了一个圣断啊 气了一个黑牌 贴在我们头上一个兵 但咱们不怕呀 这个我们手上只要有一张牌就足够了 是吧 好 这个陆续继续砍这个黄浩 哎 还给我们打了个无限哎呀 这来了一个决斗 可以对左思打出两点伤害啊 如果黄浩不是逃的话 左思是死定了啊 因为何况左思手上还是一个黑牌啊 咱们一个决斗就把你搞死了 而处在嵌血状态 可能还有一个一个黄浩贵落国给我们的伞 咱们还没有骑射出去了啊 我看左思手上果然哎 他是个红牌啊 他已经懒得搞了 他一发现黄浩手上不是逃子 所以他已经不想再挣扎了 是吧 这个挣扎一下 纯粹就是毫无意义的啊 好 这把我们的徐优 反贼啊 这个经典的说法是徐优不能当反 实际上他当反跟当中差不多的啊 手牌比较多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这个先不要骑奔 是吧 当白白人打 打到残局的时候 咱们骑奔耍出来啊 就是非常恐怖的啊 这把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好 主角ID梦想散光啊 感谢他的录像 好 徐优可以当反贼 再看看 那这个什么人来当个忠臣 哎 对了 咱们曹丕来当忠臣 是吧 主公选到了孙昊啊 这个吴国的这个君主 我们一个曹丕来给啊 他来打打辅助 我记得以前玩的时候有人说徐优能当反贼 你在逗我 我已经不会玩三国沙了 那曹丕如果当忠臣的话 是不是对你更震撼呢 好 那中瑶一上来 主公二号为主公挂黑桃的加一码都不给面子啊 孙昊就不看了 客气了 是吧 强一强一痛 呃 组合拳吵了 打了过去 如果他有一个持有放骨剑啊 放在这个排队里 就被他摸了回去啊 好 果然是一个反贼啊 一拆一杀啊 这主公有六血还是有点啊 这个这个这个印度的是吧 好 布莲斯这一个火攻跳了一个忠臣 哎呀 布莲斯是忠臣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好 陆迅跳了个反 现在中瑶跟布莲斯那这两个强度是差不多的啊 这中瑶的现在现在强度已经越来越猛了 尤其是这个 阻定的发动频率越来越高了 以前这个挂装备是不能发动阻定的 现在是可以了 是吧 中瑶已经吊得一塌糊涂了 好 这个呃 中慧挑了个反贼 反贼看了吗 很有可能是想配合我们潮批 是吧 觉得我们潮批比较相反 结果咱不配合他啊 一转手把这个反贼给中瑶给翻了 但是中瑶虽然被翻 人家回合外有技能的啊 这个活墨跟左定都是可以回合外发挥的啊 哎呀 我们的布莲斯美女上来被打成这样啊 真是悲剧啊 我们不痛不痒呢 给了终会一下这父子俩啊 这都要联合起来跟我们作对吗 好 看看郭槐是不是我们的忠臣啊 郭槐这也挂刀借刀在顶刀吗 万箭齐发 这个排序有问题吧 不过安利未 可能应该是跳了反贼 要干死布莲斯的节奏啊 这个万箭齐发 那咱只能再翻了啊 翻水里 翻这个中瑶 是吧 是是是 其实上翻介路讯呢 你翻这个没行动的 多好啊 这家伙跳过反的 估计打了哪吒忘记了 是吧 哎呀 诸葛亮也跳了一个反贼 反贼怎么有点多呀 这这这这奇怪呀啊 中瑶表示他是累啊 这咱们这时候把介路讯给翻了 是吧 中瑶你是累 你一上来打打什么布莲斯啊 是有毛病吗 这好 我还还算够意思 是吧 连续给我们两个淘 咱们把这四个反贼中的上 三个都翻掉了 是吧 所以说咱们潮皮做终没用啊 大家看见没有咱们这这起手限制呢 做了多少敌人啊啊 好 那这时候我们的孙昊这一次大摸牌的受伤的人就多了 是吧 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那这这这次啊 咱们摸了六牌 这玩 当然以后一次元素啊 好 那个中瑶每次把其中刷五剑放在牌子里啊 这个布莲斯开个五股又开出来了 结果大家都不要 又倒中瑶手头了啊 好 咱们来了一个加一马 先把这个木榴有马里的桃子吃了啊 这没有问题 是吧 赶紧免得木榴有马被别人拆了 这麻烦了 好 咱们给了一个九给主攻啊 自己加一马不挂啊 为了卖许 为了翻面 咱不要加一马了啊 好 再一会这个诸葛亮跟陆续开始刷牌了 大家看见没有中瑶的锁定的发动频率是相当的恐怖的啊 好 这刷完之后 还不够 还要再刷一次 又开了一个这个陶级间接益 是吧 给大家都加了加血 好 木榴马果然掉了啊 幸亏咱们把前面的两个桃取光了啊 多么的危险啊 好 千千君子啊 限制了一轮之后啊 这这这这十一张牌的陆续启动了啊 这一个决斗一个杀 哎呦 诸葛连鲁我那个去 突突突主攻扛住啊 好 主攻松了一口气 还有三血啊 这个皮影就是好 等一下 胡有桑咒啊 真一个蚕食五张牌啊 这个过个叉桥 踩点木榴马 再一个冠石斧 冠这个忠摇 好 这一个冠忠摇是必然乐不思主中的啊 除非他被无限了 是吧 我们一个反无限 他这个持有双目剑会变成他的乐不思主的判定 现在变成了一血一派的忠摇就好 对付了 哎呀 又是一个黑桃决斗 我那个去 他主力又发动了一次 哎 好像死了啦 哎呀 死了啊 主要是两个伞 是吧 出了一口气 好 敌方强度最高的忠摇被我们给搞定了 是吧 但我方强度 呃 这个较高的不连尸 也是比较危险了 是吧 为什么说较高呢 是孙浩的强度也比较高啊 但是他是越到后面他的强度越低啊 因为他人常常人越少 他蚕食摸牌的数量就就越少啊 好了 现在我们算了他能够摸多少牌啊 哇 大家都满血了 他只能摸三张牌啊 因为陆迅跟布莲斯不管是是不是满血都算是受伤的啊 加上他自己他蚕食只能摸三张牌了 现在就已经开始不行了 是吧 这中慧啊 郭槐啊 这诸葛亮啊 加上我们啊 咱都是给保持满血状态的啊 好 这时候这个陆迅还在刷牌玩 当心闪电把你劈了啊 既然刷了牌 诸葛亮就是关不到这个闪电了 是吧 来来 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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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 好 孙浩继继续贯师傅 贯啊 正好一张牌不多啊 两手牌过 闪电不要劈啊 因为闪电没劈啊 来了一个这个冰藏出段中了 布列斯还算是可以啊 撸了这个桃子给主攻 是吧 这是有有布列斯能够多活一下 还是很好的啊 闪电又要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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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 中会被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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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 主攻的名桃子号料了 是吧 终会手上的九号料了 现在终会只有七拳了 好 那时候陆逊来 这个青龙月刀 追杀主攻 因为终会有个藤甲 是吧 陆逊这两个普通杀 是打不动终会的 好 这一个蓝队陆青 咱们卖 在翻谁 还是决定翻诸葛亮 觉得诸葛亮 是这里面威胁最大的 尤其是他关心 如果关到什么牌 可以跟陆逊刷 那就比较头疼了 是吧 咱们先控制诸葛亮 但是郭怀这轮 这场发挥还是不错的 这五轮感觉 郭怀好像经常在玩 他的方策 吉祥 相当的爽 好 我们顺手牵羊 可惜被卡了 没有办法 好 郭怀的乐不适如命中 这时候陆逊雷杀 继续杀孙浩 慢慢陆青 往来去 咱继续卖吗 哎呦 被郭怀打了个无限可惜 哎呦 我们刚刚还在想 是不是卖的 你看这个无限就不用 我们再想了 好 这一个冠师傅 想把陆迅给灌死 陆迅知道手上那个伞 救不了他的命 把他给用出去 想来连赢一张九桃 郭怀表示哥有桃子 全哥 这个方策吉祥 过牌量这么大 好 那你过牌量再大 终会这一个九杀 你也要挂了吧 这再掏不出两个桃子了吧 好 装备就到了 我们手上 哎呀 这终会可是真是 真是一点都不耽误 赶紧又把我们给 这个兵住了 好 咱们拿了个简易码 这个顺手牵羊 就可以用出去了 是吧 这比较春弹虽然中了 不要紧 咱顺着顺着 顺着这个仁王盾 仁王盾八卦阵都来了 这个雷杀 这个万剑 好 这个量直接打到医学 是吧 好 看了样子 这个五人局争取早点破局 好 我们的八卦没了 这个借劳杀人 哎呦 又被把我们的刀也搞了 铁锁连环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 郭怀要干嘛 听兵距离 哎呦 没有啥 吓了一跳 不过他这轮听兵距离之后 下轮估计 逃毒杀的可能性 就非常大了 那这样的话 两个反贼都有距离 能够打到主攻 是吧 这这这中会还不给 不给这个冠之斧 那当然不给冠之斧 也是说得过去的 主攻一下子只剩一血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非常难打了 是吧 这两个反肯定是 不会这个搞别人的 肯定是对着主攻 一对猛搞的 是吧 主攻现在 现在成了这个悲惨的状态下 好在人家过牌量大 而又恢复成了三血 我们松了一口气 那中会如果 再来搞我们的话 我们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这种的单挑 实在是让人无法信任的 好 不过中会也看得出 场上的形势了 决定先控一下郭怀 是吧 先把这个郭怀的状态给压下去 毕竟郭怀的这个满血 太恐怖了 而这个曹丕 在残局的时候 中会并不是特别担心 是吧 或者他想控我们的时候 一打我们 我们还可以帮他翻反贼 是吧 这个形势 对内奸来说相当的有利 而且这还是一个宠类组 这个到后面的单挑 非常的弱 非常的弱 好 你看他现在就已经有点不行了 蚕食者只能摸三张牌了 好 这个拆 先拆掉郭怀的武器 现在可以 虽然自己牺牲一个加一把 但诸葛亮有减一把 你搞不西服 其实加一把 他都打得到你 拆掉郭怀的武器 郭怀就没法打主公了 那只能打我们终成曹丕了 何况他还被热了 连我们曹丕都打不了 估计这个形势下 主公的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 内奸就要藤主手来来搞我们了 哎呀 但是这个九杀 想松了一口气 诸葛亮空城停价 防御无敌 只能有铁锁来破了 好 这个终会估计要打我们了 但他一打我们 我们可以把诸葛亮的空城给破了 是吧 诶 终会决定还是先杀死郭怀 进入这个 这个祖宗内反 这个内奸 那空场还是不错的 我们还是很happy的 他愿意这样控 我们肯定是欢迎的 好 这个决斗 咱们是想砸脚的 砸了脚之后 翻了诸葛亮 就可以用雷杀搞他了 好 终会选择进入这个祖宗内反 可能也是这个想法啊 在这个体制下 他可以放心的打我们这个忠诚 然后忠诚来翻面 控制这个反贼 这可能是他的奴役算牌啊 当然他选择给诸葛亮补牌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的 打算了啊 可能手上乱杀了 断杀你可以给自己补 然后给这个忠诚一刀啊 这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好啊 主公现在是两选 如果终会选择杀曹批控反贼的方法 主公会比较健康 因为诸葛亮无法行动 而曹批的状态可以下去 是吧 这才是他的正途啊 你看他杀曹海 我们想不翻啊 诸葛亮都不行啊 主公这个状态 我们只能选择翻诸葛亮 何况破了图城 才可以跟火力跟上啊 好 这个拆拆了减一码 这拆的啥 拆汤甲呀 大哥拆减一码干嘛 你以为咱们这几轮雷杀 下一轮还能出来雷杀吗 好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危险了 哎 但孙浩这一个九杀 没有带飞诸葛亮实在是可惜好 终会被乐拳也用光了 咱们能不能把诸葛亮带飞了 哎 这来了一个国拆桥 你主公拆解研码 我简直是要吐槽 你这个解研码 有任何意义吗 好 咱这一个杀两个杀 终于把诸葛亮干死了 是吧 然后再一个 听手连环把我们跟终会捆帮play 如果你想火杀 杀我们的话 自己也要遭殃 如果主公有火杀的话 是可以考虑考我们的 是吧 好 这个主公现在已经废了 这个蚕食 基本上已经很难发挥了 顶多摸三张牌了 好 这个终会什么考虑 一个决斗 咱们不让你 让我们掉血 哎呀 这个万箭齐发 咱们不给你补牌了 是吧 你现在只剩这一点盘一张牌的时候 咱们不给你补了 但是主公救了我们 那我们就给你补一下 你反正杀也出过了 这个让你掉掉血 把你给翻面 然后这一个杀死了没 手上没死的话 咱们两轮连着这样给打你 主公回到了三血 有没有杀 好杀中了 韩冰剑他都不发动 直接让你掉血 是吧 那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杀 咱们在杖麻舌毛 这个拍出去 哎呦 这个终会直接投降了 看样子手上是没有三脚逃的了 是吧 我们的潮皮中 赢的是相当的艰难 这一上来 我们莫名的遭到了七血激活 是吧 谁说潮皮中的潮斗迪亚 这三血小对皮 大部分人都来激活 那我们一下子 哭着了场上大部分的反贼 然后打到后面 我们不练尸实际上是出了很大的力了 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把我们送进了残局 在残局中因为主公危险 所以终会选择先干死一个反贼 进入祖宗内反 在祖宗内反里 他的节奏一直是不错的 一直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有诸葛连子武 一下子把诸葛连给突死了 使得形势暂时的失控 但也没有完全的失控 是吧 因为他这个中会一样一度差点 打死我们 这个潮皮跟祖宗记者单挑 但我们的运气 稍微比他好 那么一点点 主持人叫七叶之贵 感谢他的潮皮中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继续看看三国 好 我们接着上期砍 上期说到 姜维的背伐 对他来说 是有相当大的激励机制的 因为蒋婉 把他认为 任命为梁州太守 他如果把六盘山西边 也就是隆西的地盘 打下来之后 很有可能就归他了 是吧 而且他本身就是隆西的 天水郡的人士 在当地有很深的影响力 无论是对当地的汉民 还是周围的一些枪湖 降维 他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所以他是非常有信心 能够占据隆西 并且能够在那站稳脚跟的 所以他被伐的热情 是相当大的 诸葛亮被罚 我是以前砍过的 他基本上是军事演习型的 小打小闹型的 是吧 因为诸葛亮知道 他以蜀汉的实力 如果魏国不发生什么大的动乱的话 即使攻城掠地 之后也不一定守得住 是吧 所以诸葛亮总是以防守为要 以诱敌人来进攻 然后来一点掌握 如果敌人不上当 就在撤退的时候 来点反杀 反正就是小打小闹型的北伐 但姜维的北伐 他肯定是不满足于此的 他是想攻城掠地 占据隆西 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梁州 太阳赤石 是吧 但是你蒋婉飞翼 活着的时候 是不让姜维这么干的 每次都不给他 特别多的兵 所以他想大干一场 他也是没有兵 巧妇难为五米直吹 姜维的北伐 三五演义 里面说他九伐中原 实际上历史的记载 他一共有11次北伐 这是相当的牛逼 是吧 可见他是非常想割据农西的 好 我们知道诸葛亮的北伐 我们看地图 他就有几次是走的这些道路 是吧 从关中平原到汉中平原的道路 他从汉中出发什么走过陈仓道 是吧 也走过邪谷 这种宝邪道之类的 那是往关中平原进攻的 而有两次是打的齐三 齐三就在农西这边了 三个演义说诸葛亮六出齐三 很多人嘲笑罗冠中的地理比较差 诸葛亮一共只两出齐三 剩下的四次都是往关中平原打 而姜维的11次被拔 全部都是往农西方向打 觉得他从来没有往关中平原这边打过 是吧 因为他任命的是梁州太守 他显然是往自己将来能够占据的地盘上打 他有这样的野心 而姜维的对手并一开始并不是邓爱 姜维的对手一开始是郭槐 郭槐是当时的雍州赤史 后来升成珍稀将军 都督雍良军事 是吧 他才是姜维真正的敌人 而在郭槐在的时候姜维的北伐基本上是灰头土脸的 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兵不够多 每次都顶多一万万马人 只能小打小闹一下 是吧 所以我们稍微减几次 比较重要的几次北伐来说 前三次都是无功而返 姜维 然后第四次就稍微有一点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第四次姜维败的意义有点大 第一他手下两个衙门将 巨安跟李欣都投降了卫国 是吧 因为这次失败 尤其是巨安还当了带路党 在卫灭蜀之战的时候 巨安已经摇身一变成卫国的将军了 是吧 然后跟着中会一起来法蜀了 这是一 第二 邓爱在姜维第四次北伐的时候 开始斩入头角了 这是邓爱跟姜维第一次交锋 那时候邓爱已经是54岁或者是55岁的高龄了 就是因为在这次防守姜维 邓爱的表现不错 终于在54岁高龄的时候混了一个官内猴 然后上期已经砍过的 姜维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挺猴了 好这是第四次北伐 然后第五次北伐也是我们无功而返 在第六次北伐的时候 姜维搞了一个大新闻 当然也有说法说不是他的问题 费义被刺杀了 在这次第六次北伐之前费义被刺杀了 很多人说是姜维给故意造成的 因为刺客是姜维在北伐时候带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都讨论 是不是姜维觉得费义牵制自己 我觉得这种子虚勿勇的猜忌 就不用深焦了 反正费义死了之后 姜维第六次北伐可以带数万人了 大家就不会不是带一万人以下了 但这次带着数万人杀过去 也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被陈泰给挡回去了 那个时候郭怀已经老得不行了 在第六次的时候 第二年郭怀就死了 是吧 那么下一个接郭怀搬的就是陈泰 陈泰本来在郭怀在的时候就是二把手 郭怀是珍惜将军都雍良军事 陈泰就是雍州赤死 郭怀死了之后 陈泰就往上move up了 是吧 他变成珍惜将军都雍良军事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王金的 看看啊 这个王金就成了雍州赤死了 是吧 这是这个第六次北伐的时候 就是陈泰带队又把姜维给挡住去了 好 那这前六次灰头突脸之后 第七次我们的姜博约终于屌了 第七次北伐终于有所掌获 是吧 他去攻打敌道这个县 敌道的守将李简投降了 然后呢 姜维又把一个这个卫国的一个将军 徐志给干掉了啊 这个徐志在这次战斗中被阵亡了 被姜维给手下给斩首了 是吧 同时姜维还把河关敌道林陶三个县的 卫国的居民迁到蜀地啊 可以说是有相当不错的掌获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虽然那个姜维杀了徐志 但是这个徐志在之前把那个蜀汉的张力给干掉了啊 张力就是死在这次北伐中死在徐志的手下 但是姜维随时后给他报了仇 是吧 那总体来说 姜维在第七次北伐是有相当不错的掌获的啊 毕竟人多了好办事了 他可以带这个数万逼马了 是吧 好 但是最大的收获出现在第八次北伐啊 第八次北伐的时候 姜维再次骑袭敌道 是吧 我说过这个以蜀国的实力要长期占据魏国的一个城池了 是需要机会的啊 你占了这个敌道 李简来投降了 你也只能牵一把一些这个老百姓牵走 然后就得撤退啊 因为在敌道那里跟魏国长驱拉锯是不现实的啊 你等魏国的兵撤了 降为又一次大举进攻敌道 这时候这个王金当时的这个这个兵马并不是很多啊 这个陈泰给他的指示是这个这个坚守待员啊 结果王王金有点冲动啊 出去跟姜维的那个干架 是吧 结果被姜维打的是灰头土脸啊 姜维的传那个传记说杀了王金数万人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破离文书都是以实当一啊 基本上是杀了王金啊 王金数千人 但这样也是非常赚的了是吧 也是非常赚的了 好这个王金出城战斗 这是被姜维一顿暴打 赶紧回到敌道城防守啊 然后姜维就层层包围 要把这个敌道给攻下来 当时姜维的那个一个一个手下叫张义啊 这个这个武将还没有登上三国沙 也姓张 好像但是跟那个张死去的张力 好像没有血缘关系啊 这个张义 义总是跟姜维唱反调的啊 他觉得这次我们既然大胜了王金就应该撤了啊 姜维觉得那么这个咱不满足于此是吧 还可以从胜利走向胜利来继续包围敌道 结果陈泰的援军赶到是吧 同时邓爱的这个也加入了这次支援行动 那个姜维这一看来了这么多援军就撤退了啊 所以说这个姜维实际上他没有听张力的 但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是吧 咱进去看看能不能继续占更大的便宜啊 不行的话咱撤回来也没有那个更多的损失啊 所以说这个第八次被罚 是姜维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夜啊 他打的最漂亮的一仗啊 这个干掉了王王金数千人是吧 一度把王金打得非常狼狈啊 在这个陈泰的传记中说陈泰把王金救下来的时候 王金呢已经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下料的一个状态 说幸亏您来了呀 你知道再来晚一点了 咱咱咱咱可就掉的大了呀 是吧 所以姜维这次啊 这个那个叫说摇西之战吧 还是敌道之战啊 这算是这个被蜀汉北伐取得的最辉煌的战果啊 诸葛亮好像都没有打出这么辉煌的战斗啊 可惜啊 在这场辉煌之后后面就就开始有点啊 这个被魏国反杀的意思了啊 第九次呃和北伐将尾就掉大了是吧 好我们下期接着看 我们下期评访一下 谢谢大家